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堆屎似的 那這真是一堆屎來的 那這節為什麼有介紹特意要講這個屎的故事呢? 但是屎很重要的嘛 我們以前講過就是有人想將一個城市 那個糞便的處理做一個科學分析 是 那接著就智慧城市之一 就是我們看你的療、看你的屎 看這幫人有什麼病毒在裏面 這幫人會染什麼病 那我當時也講過這個計劃的 不知道為什麼有人實行呢? 就是應該放過這個智能的馬桶在你家裏 是 是 是 現在人在做 你今天屎裡面有多少細菌 有多少病毒 我們講了幾年會不會有人做這件事呢? 那這樣講 它那個就不是說是家居的那個level 但是有人是做一些很輕便的 就是驗訓便的裝置的 因為那個實驗的方法就很清楚了 但是你怎樣能夠在一個普通的馬桶上 可以很輕便地做到這個採養和化驗呢? 那這就是一個工程上的問題啦 但是我們今天就講多一點是一些考古上得出來的知識 那其實挺有趣的 那有個應該都是這個星期的報道啦 那講回就是說 原來呢 我們去考古的時候呢 都是可以挖到屎出來的 但是挖就不是說真是一堵非常新鮮 和非常大股味的那些 始終擺了這麼多年了 那簡直就是可以變成一種叫 叫Coprolite 原來就叫做糞化石的一些這樣的材質的東西 那其實我自己真的走去上網看看 原來真的這樣的糞化石呢 那個形狀完全保留了原本的糞便的形狀的 那就是引波出來就是這樣啊? 那然後就應該是被東西拋了啦 然後你知道化石的那個原理就是 你拋了之後就是原本裡面有形狀的東西就會變了質 有其他東西去改變了 那然後就於是乎現在呢 填塞了那個原本糞便雅出來的空間呢 就是有了別的東西的物質 它保留了那個形狀 但是裡面的物質很多時候就變了質 但是變了多少呢? 也都很視乎那個時間連期啦 那但是原來只是這些叫糞化石的東西呢 都可以講到很多關於人類文明啊 還有人類自身本身歷史的一些的資訊給我們知道啦 第一樣東西就是呢 如果它是化石的話 它照樣應該抽光了那個水分的 嗯 是的 就是它應該這麼說啦 它已經是裡面原本有的東西 是重新被填了別的東西 又或者它原本裡面有的東西 它已經是經歷了一些化學生物的反應 是變了質變了做別的東西 所以呢 第一件事呢 我看這個報導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是看 這些糞化石 它無論摸上它的質身和聞起來的味道 和真正的糞便是否一樣呢 它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基本上就是一塊乾硬了一塊石頭的東西而已 所以你就真是叫它做糞化石的就是這個意思了 所以大家就不知道 很臭啊 其實已經不是的了 它變成一塊東西而已 臭味是因為它有細菌有病毒 所以它才發出臭味 但是那些全部都已經死光了 它剩下來了呢 裡面有什麼資訊呢? 其實呢 有很... 看看你說的哪個例子什麼時期 其中可以分幾類的 最容易我們知道就是它的飲食 它吃過什麼 從吃過什麼那裡 我們甚至乎考證到有一些原始的民族 它在這裡以前的膳食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轉了做這樣的時候 就難怪得知有很多病痛了 然後就有一些就是說 考證到古代人類的那種人吃人的習慣 就是簡直可以從它們的糞便裡找到有人的骨骼碎片 甚至乎就是... 我想由它... 我想主要是骨骼的那個碎片 就知道它是有吃人的習慣 另外還有一些就是說 如果它吃的東西不乾淨 比如說它吃的東西原本有很多蟲的 那那些蟲卵的那些形狀呢 一起變成化石呢 甚至乎有些蟲本身在那裡一起變成化石呢 你是可以追尋到的 所以這些這樣的... 無論它飲食 或者當時面對的衛生環境 就是它那個飲食 它的習慣和它飲食什麼的材料呢 可以由這個糞便的化石到 都獲得到幾多幾有趣的資訊 但是它說的就是說 很視乎在哪一個年期 就是它多久才變成一塊石呢 那你說如果以前我們講的那些生物 其實化石動一下就講到人類歷史之前 很遠很遠那些 其實你問我自己 一塊東西可以隔多久就變成一個化石呢 那我想其實應該這樣講 很難用一個很簡單的數字來表達的 因為好像這些糞化石這些東西 它是有權可以特別快的 那譬如它講到第一個例子 就是在那個耶路撒冷 他們找回一個在聖經時代 那你想一下計算的數字 就是2000年左右的時間 的一個耶路撒冷當時的公共廁所 那裡你看到很多那種一看就知道那個形狀就是馬桶蓋 大家就在那裡排排坐 是的 那個凹位就放些什麼下去 對些什麼下去呢 那大家心裡有數啦 那它就講的 就是在同一段報道裡面 這裡就講的只不過是2000年左右的時間 那你找到那裡的一些的糞化石 那其實在說1000年就可以了 那它甚至乎提到有些是說這個應該是十字軍東征 那些十字軍在塞浦洛斯的一個糞便 其實只有那800年左右而已 那些公元一千後發生的事情而已 那那些你都有權去找到它的糞化石 那其實呢 我會這樣想的 你說如果對於一些古代的植物 那它是要可以變質成為化石燃料的話 那那些就需要一些高溫高壓了 但是如果你說只是變化石的時候呢 就是不是說到它真的要變到好像石油啊 煤這些東西呢 那現在似乎就是不同的物料 你可以譬如越細建的話呢 它變造化石的時間是可以比較快的 就是化石始終是一件事就是 你原本有件事你屋住了 然後裡面的材料全部被替換光了 然後結成一塊硬的東西 那就是一塊化石 那越是一些有機的反應呢 它整個變質變換的過程呢 就應該會快很多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糞便裡面就充滿細菌了 也都充滿有機物的了 那它之所以這麼臭 就是因為它那個上面的細菌活動非常活躍 那如果它本身就是生物反應這麼活躍的東西 你屋住了它 它裡面繼續有些生物反應 很容易製造到一些氣體也好 有些空間也好 然後外面又剛好可以又有些其他東西進來填充回來呢 那如果你告訴我這個過程只需要幾百年做得到 其實又不是說沒有可能的 你說如果好像講到那些叫做穀石 那些有貝殼的 有那些石灰質那些貝殼類的東西的 那你整個石灰質你需要去換轉了做其他東西 那它首先本身就不是一件化學上很活躍的東西 也都不是在生物學上非常活躍的東西 因為都是一些無機的東西來的 就是你以為那些石灰質的硬殼 但是在足夠的時間長呢 它都可以變成一個化石的材質 但是我想就是很視乎那件事自己本身 在生物反應和化學反應有多活躍 就決定到它可以變成化石的時間是有多長有多短 還有它根據這裡的說話就說 古代人很多寄生蟲 什麼寄生蟲都有 那我不知道如果有這樣的寄生蟲 那些人一定有很多病的 我想都是一個飲食習慣那裡去形成 就是這裡是在講的 其中一宗我也看到的就是說 建的那個英國巨石鎮呢 它需要有人力的嘛 在那裡也找到一些 相信在那個建立巨石鎮時代的那些工人的糞便的糞化石 那就都是說找到很多寄生蟲的蟲卵在那裡的 就懷疑他們的膳食主要就是由一些比較吃生的東西是有關的 當然你也知道那些肉本身有寄生蟲 於是乎你吃了下肚子 但是有時候可能就是 比如說一個例子就是我自己親身的例子 我小時候生過蟲的 那我自己小時候生蟲的原因就很明顯 就是我很記得自己我小時候的手真的很不乾淨 那是在別的地方拿回來的 可能就算家人給你吃的東西乾淨 你自己到處摸摸摸摸摸摸在口裡又不洗手 更何況我們知道要洗手這個概念其實是很現代才有的 是吧? 哦!一百年左右而已? 是的 是的 所以以前的人是不洗手 就算你食物乾淨 但是你的手不乾淨 哦!這樣就中招 吃完之後還要损了手指這樣 這樣就更加中招 是吧? 那這裡找到很多古代的糞便樣本 是很多寄生蟲的遺跡在那裡的 還有可能水源都是比較污染 是 他都強調如果你不洗手去走去 就拿來摸來摸去就很容易會引到這些細菌進去 但是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這個有蟲的經驗是怎樣的呢? 那這裡跟化石沒什麼關係 其實很簡單就是 十隻手指捆了邊污髒 你就損一下手指這樣其實就中了 你摸的東西你到處摸的東西 那意思是說其實你生了蟲你自己不是很大的感覺 其實好看你生哪隻蟲 剛好我生的那隻 吃東西就不是吃得太好 還有就是 那隻蟲就令我 晚上睡覺的屁股特別癢 我知道了 我知道哪隻蟲 但是有些就是蟲很長 又令你的肚子很脹的嘛 那些蟲那些就會 蟲那些是很誇張的 有人說真的拉出來好像整條 那些蟲那些蟲就拉到整條十幾隻 是是是是 這裏就這裏說這裏散了 大家都不要去搜尋了 就是我自己也看的那個不是人 那些蟲 の是說那些蟲 蟲 蟲生寄生蟲 又是生這些貴蟲 探蟲的時候 那隻蟲一直到處去找食物 但後面拖著一條十幾米長的尾巴 那條不是真的尾巴來的 那條是什麽呢 其實我們已經講過的了 那畫面其實就很噁心的 那這些和我們這條講的沒有關 我先回去正題那裡 其中我覺得很有意義的就是 是由那個奮化石研究給出來的資訊 就是關於南美洲當時的一些原住民 他的飲食習慣 他們發現原來當地這些南美洲的原住民 這裡都是在說不是很久之前的 就是一千年前左右 由他們的奮化石找到 原來他們當時吃的食物是非常高纖的 就是高纖過我們現在看到的所有的奮化石 但是也是同一個地方的原住民 他們後來就變成吃一些很高糖分、高脂肪的東西 然後也發覺到他們的糖尿病的比率是非常之高的 在這裡也是由那個訓練可以考證就是 就是他那個的善食習慣在他的歷史文獻記錄就沒有留下來的了 但是反而由他們祖先的訓練記錄那裡就留下來的了 原來他那些這麼高纖的飲食是來自什麼呢? 都是來自一些爐梅啊、來自一些先人獎啊 就是都是來自那裡野生可以叫做吃不壞人的野生的蔬菜物種 然後就將它煮了來吃 甚至乎很多是由一些植物的種子去硬碎了 那個纖維也都是很高的 這個研究就是直接可以解釋就是今天他們那個飲食 和他們以前習慣的那種飲食 就是了解到為什麼他們今天那個糖尿病這麼流行的其中一個原因 那這個是不是也估計就是受了那個歐洲的殖民的入侵有關呢? 嗯 應該都是的 就有新的種帶進來啦 就是新的食物啦 就是他們一些舊的飲食習慣就消失了啦 還有以前他們沒有吃這麼多肉的嘛 是 因為那個經濟條件不容許你有這麼多肉吃嘛 是 是 是 就是你看現在在那個就算美國的北美的原住民印第安 還是南美的其實很流行就是烤肉的嘛 但是其實這件事對於幾百年前他們是不流行的 因為首先就是他們都沒有這麼多肉給他們去吃 就是沒有這麼多可以蓄養的這些這樣的物種來給他們吃 就是你說的後來帶的那些牛啊豬啊那些是後來帶進來的嘛 他們那身本身原本有的物種都是那些 就是他們那些狼啊 羊駝啊那類的東西而已嘛 那些我想他們不能吃的了 就是不是拿來吃的 所以它基本上我剛才你說的高纖維化就是 就是無可來可選擇啦 就是你看到那些植物那些就 你隨手可得的 但是如果你要捉一隻 就是捉一隻野豬啊 捉一隻什麼那些 那些要花人力的嘛 所以基本上它吃肉 但是這個是所有農耕社會一般的狀況來的 以前的人不是吃這麼多肉的 特別是沒有吃這麼多牛的 是 是 是 甚至乎後來看到在說在波多黎國 都是你看到南美加勒比海 北中南美洲 都是說由他們的糞便那個糞化石那裡 找到是吃什麼呢 吃棉花 就是棉花都不放過 那你很容易想像到就是在他們那個糞化石 找到很多那些棉花的纖維在那裡 吃棉花 棉花糖就可以 棉花就... 正式棉花 我都不知道它其實是否消化到的 其實它裡面可以被人吸收到的東西應該不是太多 它有種子 但是棉花自己本身有多少營養價值呢 那我都存疑的 是啊 真的是這件事 可能機不擇食 棉花都要先頂著肚子 這節要記住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在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 分享 留言 和按鐘仔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感謝大家